大家好歡迎來到溫吉他指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開箱的是 新吉他 登登 就是開箱這個 就是最近很火紅的Lava Mi 2 旅行吉他這樣子 那這個是 廠商贊助給我的 對那 他們也沒有問我說要什麼顏色就 瞬間就寄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等一下開箱起來 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吉他 好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啦 OK好像就開的差不多啦 那他裡面的話有附一個說明書 那我覺得他說明書還不錯 就裡面有講一下 就是說他 他吉他怎麼用啊 然後如何換弦這樣子 然後來 鋪一張色卡 很漂亮 然後要特別是他有這個 他也附了一盒Pick 包裝滿精緻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來看我們的吉他啦 好大家看看是什麼顏色 登登 我是 粉紅色的 嗯 好吧比較就是 粉紅一點啦 比較可愛一點 好我先調一下音 大家等一下聽一下他的聲音 各位大家好 那大概就是這把吉他彈了 一個下午啦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已經變暗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把吉他 他這把吉他叫做 Lava Mi 2 他是第二代的 Lava Mi 這第一代的話 也大家可以看 好像馬叔叔有拍過他的影片 大家就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第二代 主要是第二代這樣 那他也是一樣說是 碳纖維吉他啦 照理來說是 不會音樂濕度的變化 然後 輕輕會彎曲 這個樣子 好然後他第二代 比較特別是說 他有這個 效果器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有一個加震的效果器 然後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這把請教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他沒有那個 調緊緊的那個 stress draw 就是我們一般吉他裡面 會有一個 鋼 會有條鋼條 那你可以調那個 緊緊的高度這樣子 緊緊的彎曲度 那這把的話就是 沒有 對然後所以說 我不知道換比較 就是 粗的弦會怎麼樣 他現在是用 點11的 就是打打六二 打點11的弦啦 那我自己是比較不喜歡這組弦 那我之後有機會 的話 把它換成點12 然後再試試看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把琴的話整體音色 算是比較明亮啦 可能配上這個 黃銅的弦的關係這樣子 那再來這把琴的話 我覺得 比較特別說 他這個琴 好像是 烤漆啦 這個彩色的烤漆 那因為這樣烤漆 所以我可能 比較不敢去敲它這樣子 或是說做一些這樣子 這種 之類的動作 好那接下來大家就來實際聽一下他的聲音吧 那我收音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我們的手機 我是用iPhone來收音這樣 那大家聽一下他的聲音是怎麼樣 好首先是空弦的部分 然後我們聽一下接合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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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話是0.5mm的pick 那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聲音 好那我們接下來換的是1.0mm的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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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再聽一下他的聲音 好這接下來是用就是我自己的指角來刷 再聽一下他的聲音 好那接下來是大家聽一下他picking的聲音 那我用的是1.0mm的pick 那我用的是1.0mm的pick 好那接下來是指法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是指法的部分 大家聽聽看 是1.0.1%的部分 1.0-5 ay 好,那接下來是fingerstyle的部分 好,那以上就是沒有用效果器的部分 就是它原聲的聲音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打開它的效果器 然後跟大家示範一下 那可以看到這個鈕按下去 然後會亮綠燈代表效果器打開來 然後這邊可以調音量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有 主要有三個效果 首先第一個的話是reverb 大家聽一下它的聲音 還有聽到reverb就是會有空間感的樣子 好,那你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就是reverb的大小 就說我覺得太大了就把它調小一點 可以吼 那reverb很好用啦 就是譬如說彈演奏曲的時候 就可以偷偷加一些reverb 那就會有它的效果 那大家聽聽看 ok好,效果蠻明顯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 現在它的效果叫做delay 它這裡面還有一個可以改動 就是它delay跟chorus可以互相改動 好,現在把它切成delay的模式 大家聽一下 有聽到嗎 你可以用delay的效果來做一些特別的變化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那下一個效果的話叫做chorus 就是合唱 那可以從裡面做切換 就是它delay跟chorus一次只能有一個 那reverb是可以也只要在一起 可以吼 那聽一下chorus 就是一些比較老的歌 老歌很常 老歌吉他裡面常會有chorus的這種效果 然後一些老歌用chorus彈真的非常地 非常地棒 好,那這大概就是它效果的介紹 就是心裡可以深入地去玩 非常地有趣 這樣子 好,那總結這把琴的話 就是說它的 就是可玩性非常地高 主要就是它有這個 加真的效果器 加效果器 那你音樂上可以做很多變化 就是你不用解音響 直接這樣子開就可以 在你的音樂上多一些嘗試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聲音的部分 我覺得說 它的設計的話 共鳴跟一般吉他 感覺上比較不太一樣 如果你有實際去彈奏的話 那你再去彈 原本木吉他 你會感覺到 欸共鳴不太一樣 那你說這個共鳴是好還是壞 我覺得說 見仁見直 不過我會說就是 有它的特色在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這把琴外形 算 相當搶眼 對,好像很多人都覺得說 它很漂亮這樣子 那 粉紅色的 嗯 我覺得女生可能會比較適合這樣子 對 好像這把琴套好像快 在台灣快要上市了吧 就是 Labba Me 2 它的第二代這樣子 那 建議如果說有 對話有興趣朋友們 可以多去實體店去試探看看 看看說 欸這把合不合 適合你啊 像是手感的部分 我覺得手感算是非常不錯的 大家可以都去試探看看 好那是結尾的其他事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